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先赌一波 你觉得哪个车的越野性能更好 那肯定是我呀 现在都是电比油强 我这个传统的2.0T 8AT油车 我感觉还是更靠谱一些 而且你那个车现在咱都是没电的情况下去跑越野 行不行啊 来 终于到我们今天的挑战场地了 这个是最有难度了 我们今天的比评环境呢就是爬坡比评三个坡 希望坡 失望坡 绝望坡 希望坡就是大家最有希望能够爬上去的 我觉得能够爬上希望坡那应该就是一个城市越野一个及格合格的水准了 对 然后失望坡就是很可能会让我们失望的 然后绝望坡能爬上去那绝对就是越野的盲者了 那坡你看着都绝望 然后我们就先挑战第一个 失望坡 哦不是 希望坡 希望坡 希望不大啊 可以说 先在里面上去看一下 看到了吗 这个坡难度最大的就是这 有个深坑 你从这拐上去的话 会有一个交叉轴 特别大的交叉轴 然后这个坡度大概是32到35度之间 所以它上坡的时候不仅考验你的动力 然后上坡再右转再加上交叉轴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你的动力分配 还有你的抓地底怎么样 你的动力分配一定要及时 而且如果你悬架行程不够的话 在这还要脱底的 一直挑路线走 试试 你先来 我先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截图旅行者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然后这台车呢也是搭载了 由伯格华纳提供的智能四驱系统 这一套四驱系统 其实和路虎的全天反馈系统有那么一点点相似 就是它有很多种模式 标准啊 运动啊 雪地啊 泥沙 岩石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个X模式 X模式它就能自动的切换车辆的四驱状态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车有越野表盘 哇 真的很帅 看见没 它的中锁和后锁都是自动切换的 好 咱们准备开始 然后旅行者它的离地界限还是挺高的 特别深的这种沟槽 通过都没有问题 OK 准备爬坡 我感觉挺有难度的 稳住油门 走路里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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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啊倒啊倒 倒啊倒啊倒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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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交叉轴的状态交叉轴的状态 这个确实这个交叉轴的难度确实非常高 好 我们再来一次 主油门 可以开一下 滑倒滑倒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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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一套 这一套四驱系统其实非常大的一个交叉轴 然后它的电子线滑还挺快的 怎么样 它的刚刚这个交叉轴挺大的对吧 嗯 然后车轮腾空比较明显 然后就是它的电子线滑的效率非常高 就是第一次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滑到那个坑里面了 确实没法出来 然后第二次稍微闭一下那个坑 然后就上来了 哇 还是很扭的对不对 哈哈哈哈 有点这个希望不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希望 OK 到我了 它已经成功上去了 感觉还是有那么点难度的 那我这台哈佛猛龙呢是 HIFO的系统 插电混动系统 不是坦克的那个HIFO T 它后桥呢只是有一个电机 那现在它是在亏电的状态下 电量15%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电四驱爬坡到底行不行 包括它的动力还有线滑表现怎么样 我先不挂后锁 不挂后锁 咱们来一遍 别说有这个电机真的是感觉非常轻松啊 扑到起不熟了 很轻松 现在还没有滑的迹象 哇 它不圈好高 有点滑了 它进入好快 怎么回事啊 它前轮 它前轮 过那个坡的时候一下泄力了 泄力之后 走 我刚说能起来 不行还得选一下路线 还得往这边多靠一点 一到那儿就没动力了 OK 后锁关上了 后锁关上了之后 它把ESP去关了它 我到底给你啊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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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看到我脸上的汗了吗 真的很紧张 你有点拉胯啊 我挂四驱第一次没上来 我看第一次就是 踩了之后就没反应是吗 对 就到那时候泄力之后 你再踩没有反应了 然后我半步起步 踩下去过一会才有反应 然后我后面第二边上来的时候 我是挂了后锁 第一边没有挂后锁 第一边没挂 第二边挂了后锁 然后挑了路线上来了 但是它前轮落空那一瞬间 还是泄力了 泄力之后 我油温没松 然后又等了差不多 等了一会儿 动力接着上来了 我才挂上来的 就前轮挂的比较厉害 但是后轮感觉没什么劲儿 感觉还是后销电机 这个动力输出还不太够 对对对 OK 还好都上来了都上来了 咱们都有希望 待会儿我们就去挑战那个 失望波看一下 OK OK 第一个希望波挑战测试呢 截图旅行者表现不错 相对轻松通过 而亏电状态下的猛龙 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猛 不过呢 最终也挑战成功 接下来我和大厂决定尝试 是挑战更高难度的失望波 看看会不会有意外受过 那这个波的难度就要大很多了 首先这个波明显它要更陡一些 而且它带来一些弯道 最重要的是它还更长一些 那对车辆的考验就是 你的动力性能够不够 在连续爬坡的过程中 另外就是你的4C系统的 稳定性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对这两台城市的 鹰派域域来说 都是比较大的挑战 咱们准备开始 准备稍微得带点速度 交叉轴上坡 给 冲冲冲冲冲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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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显滑接入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行不行不行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我们现在往后退一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明显对角车轮打滑 所以就 没法再上了 咱们再试一遍 再试一遍 咱们把电子物理程序关闭 准备 再来周尼 周尼明显更猛一些 周尼明显更猛一些 周尼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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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直接上来了 哇 离坡里还差一点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 四驱系统固热 一四驱系统固热了 然后4WD的不要影哄了 哇 太可惜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因为在上坡转弯的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小的交加轴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它的后锁能锁 但是中锁 看到没 中锁是离合器 多片离合器 现在四驱固热的情况下 它的中锁锁不上了 所以 现在相当于是一个两驱的状态 只能走到这 哇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这个说明的一点就是 连续上坡的时候 对于这种多片式离合器的中锁来讲的话 还是容易固热 还是容易固热 如果这是一个坦克300 如果它中间是有分动箱 然后是用机械锁制的话 那这个坡度对他们来说就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就这样 挑战失败 要求不高 爬的比它高就行 走 上来就是一个交加车 这边 连缓冲的地方都没有 只能干爬 给力啊 好滑 抬头望天 上啊 我油门已经到底了啊 稳住 稳住 一 完 我后轮有点悬控 抓力力不是很够 后面有个坑 然后现在动力又断了 我再试着骑一下好吧 骑 骑 艾利啊 我油门到底了 我劲呢 倒一响再来 上次比上次有劲 比上次有劲 过了 过了 结果失望坡挑战 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都没上去 不过有一说一 旅行者还是更勇猛一些 但毕竟是一辆城市越野 多片式离合器中央叉速器的B端 在高强度越野下暴露无遗 容易四驱过热 而没电的猛龙略显尬 面对抖坡时 亏电状态下的动力不足的缺点 也被无限放大 总体来说 这两台偏城市不带大梁的硬牌SUV 能有这样的越野表现 已经是足够满足大家适合远方了 但要想真的爬山射水 或者玩深度越野的话 那这事还是交给那些带大梁的硬牌越野车吧 对了 另外多提一句 哈风某种在有电的情况下 会不会越野性能大大提升 这个没测过 不清楚 咱不下结论 各位亲喷 上期视频 越野比拼就到此结束了 下期视频 我们将进行加速性能和油耗实测PK 记得点赞关注 敬请期待